阿美族人围在面包树下 他们在看什么呢 原来这一棵面包树结的面包果 竟然长出了叶子 阿美族人拿在手上看呀看 就是觉得奇怪 菜园里种植了约七年的一棵面包树 今年长出来的果子怎么发芽了呢 对阿美族人来说 面包果可是夏日的主要美食 等到面包果成熟后才会摘下 不过这一棵面包果都还没有成熟 就长出了新芽 种植面包树的阿美族人表示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免担心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面包果长出新芽 成了部落讨论的话题 不过因为这一棵面包果还没有成熟 所以不知道是否吃起来味道也特别不同 阿美族人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也成了部落里的大新闻 接着法务华林峰冰采访报道